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做个很常见的菜 叫做丝瓜炒蛋 那丝瓜炒蛋呢 很多人吃起来就是水水不物的不好吃 到底丝瓜炒蛋要先下丝瓜呢 还是要先下蛋呢 基本上老实说 我不是主厨 我也不是专业人士 我就喜欢做料理 那我的想法就是 我没办法克服吃瓜很容易出水的这个特性 可是我想要有蛋香 所以我今天就反其道而行 那我们就既然是反其道而行嘛 大家都先下丝瓜 好吧 那我们就先下个蒜头爆香 有收看我视频的朋友大概很少想到说 诶 我怎么会把蒜头先下去了 如果不勤 好不好 赶快下蛋 因为蛋会把蒜头盖住 就会让它烧焦 然后呢 就开始了 蛋 因为蛋其实熟成的很快 那我这个蛋里面加了油 它会稍微慢一点 有点时间性 让我控制 那我也不要把它炒到整个干掉 因为整个干掉的时候 也觉得坏 好吧 那这时候呢 我就下丝瓜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丝瓜非常会出水之外呢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大家求我往里面浇水 那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炒菜不要加水 炒菜不要加水 好 给它焖一下 好 给它焖一下 好 把丝瓜的水分呢 自己的水分焖出来 然后呢 就加一点蒜巴 加一点蒜巴之后呢 再焖一下 好 开始闻到蛋香了 好 开始闻到蛋香了 好 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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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把蛋 拿到上面来 好 这个蛋本来就很快 好 这个蛋本来就很快 好 所以你就用担心 好 这很可能就担心 好 你要加水啊 给它闷着 湿瓜粉就很容易出水 所以这是谁也克服不了的天性 那有人想说那可以啊 先炒湿瓜 然后把湿瓜的水 炒掉 带来炒蛋 吃过的水是甜的啊 你把它炒掉干嘛 吃过的水很甜 而且这样的水又好 你把它炒掉干嘛 它慢慢出水 看到没有 它就慢慢出水 而且因为它出了水之后 蛋就不会烧焦了 所以虽然会有一些烧焦的部分 但是还好 因为这道菜 我只是想保有 蛋的香气 跟湿瓜的甜味 水控制不了吗 那我们最起码把蛋的香气 炒出来吧 把湿瓜的甜味做出来吧 因为我们没有加水 因为我们没有加水 所以你说湿瓜的水 要把它焯掉 我觉得蛮可惜的啦 湿瓜开始出水了喔 湿瓜虽然开始出水了喔 湿瓜虽然开始出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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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维持得很漂亮 虽然不敢说是完美 当然有点焦焦的 但是最起码它还维持得很漂亮 它自己的 形状还是在的 那我们就是要等 这道菜为主一个方法就是等 等湿瓜整个出水完熟成 大概我们就是 可以上料了 好 好 粗粗粗的差不多 水还蛮多的 粗粗的差不多 那有人想说它这样炒 怎么知道湿瓜虽什么没有 很简单 拿起来闻一下 还没有湿瓜的那个 完整的香气出来 好 然后炒到这边呢 大概就大火封一下 这样子 因为蛋已经不会再 烧焦了 因为水够了 不会烧焦 那我们用大火封它 封得让那个丝瓜的出水率 增高 然后熟成度增高 好 我讲过了 丝瓜炒蛋 山东白炒蛋 基本上我们都没有办法克服这两道菜的出水 所以我要的是维持蛋香 跟丝瓜的甜度跟甜香 我不是不让它出水 好 看到没有 出水很多啊 可是你看我们的蛋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 很漂亮 还维持得很漂亮 并没有说因为 吃瓜的关系 而导致呢 它 整个糊掉 或是说整个那个 好像 诶 不要这么说 糯糯糯糯 好 这样子 而且我们刚刚有加了一点蒜头 在这里面呢 你也看不到蒜头的颗粒 说有什么烧焦的地方 这个蒜头是不会烧焦的 因为我们当初下蛋下得很快 把它盖住了 薄了它 再把它盖一下 好 现在已经开始闻到 整个蛋香 跟丝瓜的甜味的香气出来了 大火风一下 不会就出乳了 诶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丝瓜炒蛋 整个水不是很多 你看 各位你看 水不是很多 水没有很多 蛋也蛮好的 丝瓜也蛮 看起来蛮出乳的 好啦 可以出乳了 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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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